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向舵和负翼的偏转来实现转弯 飞机的抚养主要由机尾的升降舵控制 在飞行时 飞行员将操纵杆向后拉 升降舵会移动 从而导致气流在水平尾翼上施加向下的力 将飞机尾部下压 于是飞机就会抬头向上飞行 同理 驾驶员向前推驾驶杆 升降舵会向下偏转 飞机向下飞行 飞机的转向主要通过方向舵和负翼来实现 方向舵位是位于垂直尾翼货源的可动一面 通常可左右偏转30度 脚灯位于左右驾驶舱座椅前方 与汽车刹车 离合器位置差不多 不同的是 脚灯控制方向不是向下踩 而是向前灯 当飞机飞行时 驾驶员登右脚踏板 方向舵向右偏转 机尾收到向左的力 使得机头向右偏转 飞机向右偏航 反之亦然 脚踏板在中立位时 方向舵也在中立位 飞机将不会偏航 飞机的滚动类似于烤箱中 烤架所穿的烤鸭的翻转滚动 主要由副翼来控制 在飞行时 飞行员将操纵杆向左移动 飞机右侧的副翼就会向下偏转 从而增加了右侧机翼的胜利 同时 左侧副翼向上偏转 这减小了左翼的胜利 飞机向左滚转 反之亦是如此 此时将驾驶杆拉回中立位 副翼也会回到中立位 这下大家知道了吧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级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